河南农村夫妻装穷,被捕后搜出八千万现金,警察用五十六个麻袋才装完,每天躺在千万现金上睡觉是什么体验?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,每天躺在千万现金上,怕是连做梦的时候都会突然笑醒。 然而,对于这对河南农村夫妻来说,这样的日子却过得坠坠不安,他们的床下足足存了八千万现金,但是他们却不敢花,更不敢往银行存,直到他们被逮捕,床下八千万现金被查出,同村的村民们才知道,他们竟然这么有钱,那么这对农村夫妻的钱是从哪来的? 后来又怎样了呢?社会万象,奇闻不断,欢迎订阅奇闻奇谈录,李武之和慈燕云原本是普通的农村夫妇,原来自己和丈夫都在河南老家,靠着吉姆农田为生,但是也因为这样,家里一直以来没有其他收入,一家六口人谁生个病都拿不出钱,所以李武之和慈燕云两人决定外出谋生,进了一家工厂打工,虽然有了一定的景象, 但是工厂的工资还是有限,于是李武之便开始从事起了药品销售的工作,虽然辛苦,但是每个月的收入提高了不少,也因为这样,两人便商量起了让慈燕云回家照顾家人的念头,而李武之继续从事销售工作,又过了几年之后,李家的两个孩子都进入到了读书的年龄,就意味着两人的学费成了家里的一笔巨大的开支, 这是李武之的一个人的工资,无法覆盖六个人的基本生活开支了,他便只能提高自己销售的能力和销售的时间,他不辞辛劳,每天奔波在销售的路上,付出的时间是其他销售人员的两倍多,很少要停下来休息的时候,即使下班在家,也会拿着一个手机,偶然的一次机会。 李武之了解到,市场上有一种叫做甲卡西同的精神类药物,在山西卖得特别好,这种属于是国家管控的药物,所以一般人根本接触不到,想到家中需要的金钱和自己微薄的工资,李武只差一点点头答应了下来,仅存的一点理智,让他决定回家想一想,纠结了很久之后,他还是决定拼一拼, 于是开始认真搜寻能够进到这批货的渠道,为了能够尽可能地找到来源,李武之便说服起了自己的妻子,也加入到这一个寻找药品的队伍里来,两人加大了搜寻力度。 想要尽快地搞到一批货品,希望形成一个能长期进货的合作,这样便要源源不断地赚取差价的机会,此时的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开始走到了法律的边缘,李武之却发现,这种精神药物还有一个名称和用途,就是化工原料MAC,甲基正物基甲铜。 国家虽然对甲卡系统严格管控,但是对化工原料MAC就管得没那么严了,李武之就利用这个漏洞,大量勾进甲卡系统之后,放在安阳的出租房内让妻子照看,自己跑到山西去贩卖,有了第一次就有了无数次得来的金钱,让这对夫妇的胆子越来越大。 从2009年12月开始,他们夫妻通过化工门事部经理张宝华,还有天津某医药公司业务经理常华,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假卡系统之后,二次包装之后再以20倍的价格卖出,财富就这样像滚雪球一样落入李武之夫妇的手中。 但是有了钱之后,他们怕因为突然增多的财富暴露,于是想尽各种办法藏钱,亲戚朋友那里藏一点,然后买房,买黄金,买基金,不仅以他们的名义买,还用其他的亲友的名义买,就这样,还有为数不少的现金,放在家里不安全,存在银行又不踏实,他们就把钱藏在老家的一个破房子里。 每天晚上睡在钱箱子上,李武之和慈燕云获得巨额财富后,却并不知道该如何花费,他们生活简朴太久,一下子暴富让思维变得迟钝,比起花钱,他们更担心暴露身份。 因此,生活反而更加节俭了,他们把大部分钞票收藏在家中,担忧会引来窃贼,搬来搬去数次,还分散藏放,防止全部被盗,白天,他们数钱数到手软,夜里,他们则辗转反侧睡不着,生怕有人盗取。 终于,李武之想出了保值思路,决定把部分钱换成黄金储存,他和慈燕云几次到金店购买黄金,一举一动都小心翼翼,出门在外时,两人连看一眼别人都不敢,生怕被认出来。 他们担心银行职员看出端倪,更担心路上的行人都是警察,购买黄金的过程异常艰辛。 然而获得的只是多一层焦虑,就这样,他们将黄金数之高格,却依然提心吊胆,因为抛开,财富不说,生活并未因此变得更加幸福快乐。 与巨款相比,内心的空虚感却更加明显,李武之和崔燕云经常在深夜躺在床上,望着头顶散发金属光泽的黄金出神,他们不再为生计发愁,却也失去了生活的积极向上。 李武之和崔燕云就这样,在坠坠不安中度过了鸿门宴般的两年时光,他们原以为巨款能带来安稳的生活,却万万没有想到结局是深陷囹羽,通过贩卖新型毒品。 李武之和崔燕云夫妇可以说是赚了个盆满钵满,身价一度达到了上亿,但是随之而来的还有无尽的苦恼,他们俩育有一儿一女,儿女都已经懂事, 但并不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为了儿女的健康成长,同时也担心贩卖毒品的事情白露。 夫妇俩不敢花钱,更不敢存钱,生怕跟着自己穷贯的儿女会突然问起自己哪来的钱,更害怕银行卡账户里突然多出巨款后,国家相关部门会起疑心。 因为这事,夫妇俩曾多次想过干最后一票就收手,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,他们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继续干最后一票,无奈之下。 赚的钱大部分只好存放在不偿居住的两处房子里,用纸箱子装好放在床下,也有一部分则是以知己亲戚的名字买成了房产,买成了基金,股票。 然而,法网恢恢,疏而不漏。 2010年,一直和李伍芝合作的工厂,因为原料涨价,生产方面投机取巧,以至于生产出来的原料不纯,双方不欢而散。 但是工厂原老板却私下偷偷售卖这批不纯的原料被警方盯上,原老板为了立功表现,将李伍芝在背后的事情供了出来。 根据袁松明的供词,公安同志们得知,李伍芝会在3月4日和买家进行违禁品交易。 于是,警方迅速行动,在现场成功逮捕了正在进行交易的李伍芝。 当李伍芝被带回警局的时候,崔燕芸还在家里做着衣食无忧的美梦。 直到警察上门,从他家屋子里查获高达8000万元的现金和大量违禁品时,崔燕芸才意识到不对劲。 经过搜查,警方在崔燕芸家中查获大量的现金和制作假卡系统的原材料,以及高达2.8吨的违禁品。 这也就出现了文章最开始的那一幕,村民们看着从崔燕芸家中搜出来成捆的现金和违禁品,纷纷感到难以置信,还有人说,他们家明明很穷啊。 对啊,我还给他们送过旧衣服呢。 其实,也难怪村民们会感到惊讶和意外,通过这种不正当生意。 李武之夫妇早已赚得盆满钵满,根据粗略估算,他们家的现金、股票、基金等资产加起来已经超过两个亿了,可毕竟这些钱来路不正,他们拿着这么多钱却不敢花,更不敢存在银行,只好藏在家里,甚至把现金放在了床底下。 警方将崔燕芸缔拿归案后,在崔燕芸的带领下,才最终找到了他们藏匿现金和毒品的窝点,后对他们制作的工厂员工进行抓获,尽管有些人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在犯罪,但他们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,等待他们的是法律的审判。 直到李伍芸和崔燕芸夫妇被捕归案,他们的孩子仍不知道他们是毒贩,只知道,他们犯了罪,很重的罪,夫妇俩提心吊胆过了这么些年,被捕后,心里的一块石头也算终于落地,不用再提心吊胆地过日子,但是,他们的心里唯独有一件事,放心不下。 那就是他们的孩子,将从此失去父母的照顾,他们也再没机会看孩子们长大,成家,立业,毕竟,有一句老话说得好,可怜天下父母心,但是还有一句老话,同样也说得没错,那就是,可怜之人,必有可恨之处,早知今日,他们又何必当初呢? 贩毒害自己,害家人不说,更害了千千万万人,因为吸毒闹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,我们在现实生活中,也要清晰地认识到毒品的危害,远离制毒,贩毒等违法活动,不然,伤害的不仅是自己和家人,更是会对社会和其他家庭造成极大的伤害。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对金钱的欲望,这无可厚非,毕竟有了这些欲望,才会让我们更加的有动力,可实现财富自由的方式,却不能适宜给别人带来伤害为前提。